李宗叶 放馅料 蝉丝线 将端午安康富足吉祥的祝福 包裹在农香醇厚的粽子里 6月11日 在中国传统节日端午家节来临之际 助记台胞 台港澳学生等 走到济南市张秋区 龙山小米文化展览馆 现场学做粽子 感受农厚的节日氛围的同时 感悟传统文化 来自香港的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钟泽仲 是第一次在济南过端午节 由于专修历史文化专业 周泽仲对传统节日的来源及故事相当了解 所以在学做粽子的过程中 每一个步骤都十分用心 他觉得只有用心制作 才能与所了解的知识融会贯通 更好地感悟端午节的魅力 周泽仲告诉记者 山东和香港两地包粽子的手法大致相同 最大的差别是馅料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馅料 我们就喜欢吃这个咸的粽子 北方吃甜的 然后我们就南方也靠海嘛 除了就加点就腊肉啊 或者就肥猪肉之类的 我们还会加点就饶猪啊 或者就虾皮这种海鲜进去 提升它的那个鲜味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 我觉得就文化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既然我了解到这个节日的一些习俗 或者它的一些文化知识 我觉得慢慢来吧 就是推己及人嘛 在李周泽仲不远的位置 一位来自台湾的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学生 丁初宁正忙得不予乐乎 谈记在台湾过端午节的记忆 丁初宁说 往年总能吃到外婆包的粽子 并与家人一起欢度端午节 今年的端午节虽然仍在异乡 却与同学朋友一起 收获了一份别样的温暖 每年我外婆都会包粽子 她会自己包 再寄来台北 就是寄来我家这样子 我觉得外婆包的粽子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然后小时候也会跟家人一起立蛋 然后涂那个熊黄酒在脸上 艾草就是会贴在门上这样子 很久没回家了嘛 然后下次回家可能 也还是要看疫情 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一定会回去 人在异乡 但是能跟同样来自家乡的 同学朋友们一起过节 就觉得特别温暖 特别不一样 记者看到 在丁初宁的左手边 摆放着一部照相机 她时不时会与镜头互动 丁初宁说 今天与同学朋友们在济南 一同感受包粽子的经历 很有意义 所以便用相机记录下来 在这边包这个田粽 可能以后也很难有这个机会吧 所以就想带相机把它来记录下来 我平常其实也经常会在我自己的 像Instagram这样子就发一些日常的东西 跟他们分享 就我觉得其实两岸之间还是需要更多交流的 特别是生活这种方面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担任一个这样桥梁 其实还挺开心的 据了解 此次活动以同纵同园迎端午 全家农情品纵箱为主题 旨在弘扬传统文化 凝聚同胞亲情 济南市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徐贝告诉记者 活动通过组织台港澳学生 助记台胞一起包粽子 品纵箱 体现同根同园 同宗同组的申请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 我们和台生台胞们一起来包粽子 品纵箱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 文化认同感 体现我们同根同源 同宗同组的这么一种两岸申请 我们还有在即的一些港澳的学生 大学生们也一起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让他们感受到 在传统佳节来临之际 这种家的温暖 来共同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